浪捷舞的姐姐们有多敢说话 看到黄晓明对瑟瑟发抖的小齐 步步逼近上眼摸脸沙时 撒鼎鼎完全忍不住嫌弃 你的表情我又读懂了 我的这个表情什么意思 不是感 对 你说太对了 而别的姐姐是上来搞事业的 但周扬青不仅是来搞罗志祥的 还是来搞变所有姐姐的 出道不到一个月的她 不仅会当面直接吐槽年纪大的寒雪 你们不要在这边预养太长好不好 今天看了 已经过了 而且当万一打自嘲大家时 周扬青也会直接撇清关系 我们好夸躁哦 没有夸躁的话 其实主要是你跟和杰两个人 我们其他四个人并没有那么夸躁 而在圈里木爬多年的和杰 未赢比赛当起队长完全严格 看到周扬青董对我排练失误 她会直接当场黑脸 我们大家要这样的状态急功吗 不会的 太神奇了 我有一点 而比赛后她也不忘提醒他们 跟你们讲你们这些女人家 在这个娱乐圈里面 不要离开这个节目 就把对方忘了啊 会的 而同样是队长的郭碧婷 听到队友交易到睡不着 她直接向太上身 哄他们开心 我婆婆都这样 你婆婆这样干什么 打游笑 对她就这样打 你怎么不打游笑 对她在玩那个笑话漫漫 我在我们的队长身上 看到了一种老子的智慧 而敢开婆婆玩笑的郭碧婷 也会直说你明星的秘密 他们还规律你要 去做医美 啊 假说你真的 而教育花也敢直接吐槽 其圈内假唱传统 我是演员 我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为了当一个演员 那我为什么学几天歌 你就想给我出歌 出专辑出这个舞 我每次都假唱 我心里很难过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觉得这一季谁最真的 我?" 那我听说你